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环状步道 百二坎是昔日的神社参道 有一百二十阶阶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左侧往文化生态旅园 我们取右 遮反 言语声街 走东侧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山岩学务部学堂 教授日语 隔年不幸发生 字山岩事件 六位小学老师 遭到抗日人士杀害 台湾 预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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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930年还设立神社 并于每年2月举办祭拜仪式 越南市旁有颗可以制作张脑的方张 是台北市最老的张树 树林约有300年 秦朝枝山岩植物禁止砍伐 日本时代又是地质研究区域 国民政府时期则被列为军事种地 让老张树得以保存至今 清朝年间当地爆发林爽文事件 即张权泄斗 两次争斗皆死伤惨重 居民于是设立同归所 将五主以海同葬 六世先生墓 底下为大辽层沙岩 颜体上有生物活动痕迹的身痕化石 续形 人们的迹象 三次争目 谁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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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于是设立同归所 或是达层的发生 并謝祂 插入右侧往陽明醫院和北愛門 我們去執行 經過背棄鋼燒 芝山岩在2000萬年前與台北盆地同是海底沉積的大寮層 約400萬年前因板塊擠壓擠出海面 水深化石遺跡隨處可見 取右穿過時間廣場 抵達吸泡台 會計功到了 會計功不僅是三級古蹟 也是士林三大古廟之一 清朝乾隆時期建廟 至今超過270年歷史 宮內神明橫跨士道如三教 主寺神明有開張聖王 觀音佛祖文昌帝君 會計功 居高臨下可以眺望市區景觀 下山的十階步道 右側有奇岩巨石 底下是支山岩四座城門 僅存的西愛門 建於清道光五年 城牆上設有製碟 衝口的保育設施 見證當年張群蟹鬥的歷史 中文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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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離開惠記宮 取幼 步行至捷運之山站 到附近人氣鍋物店秘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